大家好,我是爱鱼眼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星穹铁道 2.4卡池复刻调整 飞过外观高马尾少女 崩坏星穹铁道是不停云形象曝光 雷电将军同款身材,焦丘不是成女 在2.4卡池中能确定的 就是两位新五星角色余力和焦丘 这两位角色的定位可不简单 尤其焦丘就是一个售后 黄泉这一次能起飞到什么程度 就要看焦丘技能契合程度 另外复刻角色也是令人关心 之前大佬透露 极有可能就是霍霍和希二在一起复刻 但现在就是 Goraleek放出消息 霍霍不会在2.4复刻 这下卡池复刻角色 居然摸不着头脑了 然后就是在2.4版本中大佬 放出了能获得多少抽的消息 0课玩家能拿到84抽 小月卡玩家则为108抽 大小月卡玩家能拿到116抽 这样一来就能囤一些 辛雄备战后续要抽取的角色 然后就是飞霄这一角色的外观 对不少大佬透露 是一个高马尾的少女形象 长度上应该不会差 当初爆料中提到整个 皮诺康尼的大C就两人 一个黄泉 另一个则是飞霄 这么一来感觉又是一位 人权卡的存在 不知道和流营对比 能提升多少 另外随着新三月七星形象的曝光 不少玩家表示很期待 新三月七命图巡猎 星魂获取方式是在活动中 就能直接获取部分 期待玉三家角色的表现 毕竟玉三家没有一个弱的 本以为新三月七是五星角色 但现代设计成四星角色强度自然也不错 命图可以和开拓者一样 直接自由切换 希望能够更多惊喜出现 希望2.4卡池 依旧能给玩家带来惊喜 不过要提前准备好新穷才行 近期有舅舅爆料了后续几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角色的外观简介 首当其冲的就是SP亭云的相关消息 服装 黑长裙 束腰 胸口是类似胶龄款的古装 上胸露出幅度 参考雷电将军 发型 长发 身体特征 光腿 尾巴至少四条 颜色白偏粉 可以看出SP亭云的设计 显然是一个成女的身材 不过后续剧舅舅爆料 婷云的形象还会有所更改 SP的形象 小编倒是想到了 王者中的打己之身皮肤 或许 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飞霄和凌莎这两位角色的形象 飞霄 发型 白偏挥高马尾 马尾末端深蓝条染 有海式浅白灰渐变 武器 双刃斧和两把枪刃 服装 下身穿黑短裤 露出大腿 左腿绑着两个环 蓝色内搭 上身 穿白下挥风衣外套 类似单行的风格 不露上半身 靴子 长剪靴 零纱 发型 黑长发 发型参考 绷扇的苍悬或者单珠 有少许变化 服装 黑白衣服 手上绑着袖带 类似亭云 腿部 双腿裸露 左腿有腿环 手脚渐变红 可以参考元神蒲铃的黑手 接下来还有几位其他角色的形象相关消息 感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莫泽 性别 橙男 发型 类似星期日的发色 典型的额头 眉心刘海 眼睛 子瞳 服装 上身 穿得很严实 戴冬帽 肩膀有护凯 护凯上有三根紫黑色羽毛 戴黑手套 右手手指戴银色紫凯 透过衣服能看到肌肉 其他信息 飞霄和凌莎 在2.4版本露面 SP庭云的建模有改动可能 三个女角色体型一致 飞霄不是成女 星期日的发布还很遥远 改动可能性比SP庭云大 目前不是黑色衣服